欢迎收看今明天下 美国的就业市场强劲 是不是为经济带来支撑呢 摩根士丹利指出说 有强壤就业市场这把保护伞 那么联准会就渴望躲过衰退 实现所谓的软着陆 那么即便经济明显在放缓 但是目前来看整个就业的增幅 依旧是相当的强劲 也有助于保持消费支出的一个韧性 也就是美国的经济如此的强劲 那么现在也为美元带来一些支撑 那么路透的策略市也预期说 尽管美国跟其他地区之间的利差将会缩小 但是美元对大多数的主要货币 在今年底之前 依旧是会维持一个升值的态势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 是保持强韧的一个走势 即便说欧洲央行跟英国央行 这些央行预料也是会继续的升息 但是美元在近期 并不会回吐最近的一个升幅 也就是美元的表现 还会持续的强劲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 政大金融系教授易奈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婷好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雪峰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请教停 我们看到联准会所公布 六月份最新的会议纪要 说到未来还是会升息 但是速度上面会放缓 那么如果会继续升息的话 是代表说通膨目前 还是压不下来吗 没错 其实从目前的经济数据 看得出来 陆续都有往复苏期的方向 来做前进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六月份当时的暂停升息 一方面是金融系统性的压力 稍微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 老实说联准会 上次其实已经说了一个名词 叫做背靠背升息 也就是下半年的升息入境 它不是缩死 没有说一定要达到 5.6%以上的基准利率 而是说我们必须针对 每个月的数据再来做观察 为什么 因为第三季 才是去年核心通膨的高点 你要看年增率 YOY会不会下滑 那要看第三季的数据 就要一个月一个月来做判断 不用急于把未来的入境给缩死 所以这一次纽约联准会分行的总裁 魏廉师特别表示 完全支持联准会在6月份 按兵不动的决策 不过依照目前的FedWatch 7月份升息一码几率 来到5.5%几率是9成 所以基本上联准会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任何稍微舒缓 鹰派或者释放鸽派的谈话 换句话说 7月份升息的几率是特别强的 但我们也跟投资朋友分享 只要他还在升息 一方面金融系系统性 冲击可能没这么大 所以他敢升 另外一方面经济数据 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来的强劲 我们按照过去美国 CPI和核心CPI的推论 其实看得出来 当时为什么会进入衰退 尤其在1981年到1982年 这是来自于高强度的升息 所以引发recession在灰色区块 通膨也开始急速的下滑 通常通膨砍半的时候 如果是急速下滑 差不多就要进入到 准备通缩或者衰退走起了 这一轮老实说 通膨距离历史高点 有没有稍微砍半了 稍微差不多快要达到了 可是衰退还没有发生 但是也不代表一定不会发生衰退 所以联总人为什么在这个关卡 决定要停看厅 就是因为他要学起1981年的经验 来表达说到底目前为止 是不是会进入到衰退周期 如果会的话 我不一定要急着升 我可以保持在高利率就可以了 但是保持在高利率 会不会核心通膨反而难以下行 我们从几个要件来看 至少从原物料通膨来看 大部分的通膨已经消失 从YOY层面 我们从原物料价格来做观察 从农产品基础金属和能源价格 来做表述 你会发现 基础金属的部分 其实建高点之后 下行力度蛮快的 但是最近有在主体的迹象 能源价格 虽然跌幅几乎是坎半 但是最近也在主体 只有农产品价格还在一个高档震荡 这跟下礼拜黑海协议有剧烈相关 因为当时黑海协议 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允许乌克兰 进行海外的出口 如果农产品这一次 黑海协议并没有延长协议的话 那很有可能对于农产品价格 有新一波冲击的 但至少可以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原物料该跌的确跌了 但跌了这么多 对于核心通膨的传统效果 并不是特别的显著 更何况它现在要主体了 所以这个时候适时的升息 一码到两码 尝试着抑制目前的操作情绪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以标普白指数来看 今年涨幅是高达一成六 大概在4400点左右 去年什么时候开始升息的 去年大概是三月份左右 开始升息的 升息之后股价就一路的下跌 结果现在已经完全收复 过去升息以来的跌幅了 换句话说 联总会升了500个基点 结果股价已经创了 升息以来的新高 现在距离历史高一点 也就剩下8% 你说半年内再下半年涨8% 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难度 所以现在进行风险资产的抑制 只要确保金融系统性 没有太大的问题 应该是要升息的 不过这也取决到 联总会升息 不代表全球的流动性 是进入到高速紧缩的 为什么 因为全球的央行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不同调的情况 也就是海外的货币宽松 有可能会造成我内部的通膨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观察到 全球正在调高利率的国家 跟黄色区块调低利率的国家 老实说是蛮多的 换句话说 北美地区在升息 俄罗斯欧元区在升息 可是你像是中国大陆 或者南美洲 日本央行或者印尼 基本上都在一个降息循环当中 甚至韩国央行 很有可能今年会提前进入到 降息循环 原因是因为内部的 这种利率升息的压力过大 所以换句话说 那些有些国家还在撒钱 那有些国家还在撒钱 它某种程度会把内部的通膨 传导至海外 那会不会造成 联总会在面临 未来的通膨压力 来得更为显著 这是值得观察的 所以说六月份的会的 费的联总会的会议纪 其实它已经透露出了 我们现在是停看听 但是看了六月份的数据 我们发现必须要再升息 它的态度应该是这样 好 所以在上半年 原本大家关注的都是 经济到底会不会衰退 那么现在开始要担心的是 这个通膨会不会再起 不过如果说 现在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说 可能降息的时间点会往后引 我可能就是维持利率 在高档一段时间 到2026年才来降息的话 那股市会怎么表现呢 没错 所以你刚才提到 去年的交易阻地掉是通膨 基本上如果通膨数据量力 即便经济数据看起来好 市场一样会担忧 股市会下跌 所以通膨越高 股市跌越重 但是今年上半年很明显 大家对于通膨的隐忧 担忧没有这么高 反而今年的交易阻地掉是衰退 会财报不好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 才会下跌 那下半年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 情况又会重新回到去年的水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对于下半年 到明年的复苏期 已经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值 要不然利率预期 也不会调升这么多 那大家现在真正担心的是 通膨压不压得下来 这也是联总会 在这几次的会议集当中 和这些官员的谈话当中 特别去琢磨的 我比如说这一次 刊萨斯联总会的经济学家 他发布了一篇报告 就特别提到 如果按照当下的 劳动力市场经济情况的氛围 按照现在通膨下行的速度 你想要达回 2%的通膨目标值 至少是到2026年 那你要面对这种情况 他就给了几个路径 第一种偷撇步 你把通膨目标调高就好 我们不用回到2% 回到3%就好了 一定要回到2% 把目标改变一下就好了 谁说一定要回到2%的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要 持续的升息 把2026年这件事情 时间线给提前 尽量在2024年到2025年 藉由升息提前达成目标 那第三种是属于比较中性 就维持在目前的利率 可以升个一码两码 但是不要再升太多了 维持现在的利率 等待通膨自然的下行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停看听 如果经济有转坏的迹象 那我们就稍微停一下 或者说稍微预防性 降起个一码两码 但是一旦经济稳定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升息 或者维持在高利率的区间 那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虽然我们如果是 从总通膨率 和联邦基准利率来做观察 的确 目前你把资金 放在中央银行 联总会拿到的利息 某种程度是跑赢通膨一点点的 可是核心通膨 还没有完全跑赢 但是如果我们以 十年期公债的 明目利率来看 最近十年期公债 殖利率还在3.8% 那通膨还在4%以上 那换句话说 你买公债 拿到的配息 拿到的殖利率 基本上是无法抗通膨的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 十年期公债的实质利率 就是负值 为什么 因为刚才看到这明目 所以你把通膨扣掉之后 发现还差1.52% 你持有公债 你还会跑出给通膨 在这种状态底下 至少目前为止 看上去央行 联总会的态度很明显 就是要么就继续升 要么就维持在高利率 但继续升的话压力太大了 对 所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至少在2025到2026年以前 没有任何降息的机会 但是你至少要向市场 喊这个话 不要让市场有过多的预期 那换句话说 什么意思呢 联总会只要没有降息 我个人认为 这一波的牛市就会始终存在 或者它不要释放 任何降息的谈话 那么股票顶多就是回调 所以这一波的行情 我个人认为 很有可能会 2023年的行情 类似于1983年 不见得是全面性的飙涨 但是可以承认一件事情是 升息所产生的利率 或者说通膨的抑制效果 它已经慢慢涌现了 未来的格局 它取决于基本面的复苏 但是最坏的情况 也已经过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未来 就看一下联总会的动态 基本上它只要维持的 这种鹰派的谈话 我个人认为 就没有多要害怕的 所以这个牛市有机会 就是一路延续下去 不光再请教廷浩 你刚刚提到 大家从原本担心经济衰退 现在又回来 再关注通膨的问题 不过在先前 有很多先行指标 明明都预告说 可能经济会出现衰退 所以是失准了吗 我们通常在过去一段时间 针对今年会不会衰退 有很多的总经指标 都指出了方向 大部分数据都认为 今年至少是景气下行年 过去通常被视为 经济衰退的领先指标 也就是两年级跟十年级 公债的殖利率的倒挂现象 其实从21年开始 它倒挂幅度 就不断在加大 你看当时 05年06年倒挂之后 隔一年 马上就金融海啸了 1999年也是 可是为什么说 这一波的殖利率倒挂现象 始终我们看到 即便下半年经济衰退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 多大的严重的萧条 或者重度衰退 原因很简单 我们讲说05年06年 或者1999年 虽然也在升息循环 但升息力度 不像在过去一年 500个基点来得这么猛烈 那我们都很清楚 殖利率的倒挂现象 它来自于短天期 和长天期 殖利率的大幅变动 正常来讲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比较高 两年期比较低 因为时间比较近 那什么时候倒挂呢 就是突然两年期 比十年期还要来得高 那换句话说 就是市场针对短期利率 有非常高的提振效果 所以说这一波的倒挂情况 跟过去自然的景气走皮 建高点下行 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它这一次比较像是 联准会升息升过头了 硬是把殖利率倒挂现象 给转过来 所以这个殖利率倒挂的 先行指标 看起来在今年 就有点失效了 但是这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虽然市场上觉得 今年不会严重衰退 但不代表股市不会回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多头市场当中 它的回调幅度 往往来的这位距离 多头不可能就一路涨上去的 它都会回调 而近期在第三季 回调的几率就比较大 原因为何呢 首先我们看 AIA的散户情绪指数 过去一年都在低档震荡 过去两个月是突然快速飙高 包括美国股市经济低女人 愿意持有股票的权益水位 22年到23年都保持低位 突然短期内突然飙高了 VIC指数恐慌指数 来到历史低点值了 包括美国Poco Ratio 都已经创了2022年初以来的新低 换句话说市场的情绪是在6月份 突然进入到极度乐观的追加 市场的追加意愿开始产生 通常情绪 市场情绪跟股价 存线反向关心 你越追多 这个时候 如果你已经不是半信半疑了 不看空的话 那很抱歉 股价就回调给你看 所以我们按照历史的惯性 从1990年到2022年 标普白指数的月度涨幅 从元月份一路到12月份 你会发现 美国股市通常不太出现 五穷六绝的 五穷六绝通常美股继继继上涨 台北股市比较容易发生的 台股才有五穷六绝 美国股市最容易出现什么 八穷九绝最容易出现 换句话说 整个第三季 会不会迎来一个惯性的回调 加上我们看到市场的过度乐观情绪 加上如果二季度财报出来 三季度财测没有明显调告的话 它都是非常大的变数 换句话说 目前的多头格局 我认为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也差不多应该迎来一个 相对大一点的回调 让市场过度乐观的人 稍微被洗一下筹码了 刚刚停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数据 包括就业市场 依旧是相当的强劲 那么在现在 大家担忧的反而是会通膨再起 对于经济衰退 似乎没有那么担心 不过反观在中国的部分 现在经济是不是感觉 有点腹背受敌 要请教陈彦 印度总理莫迪 感觉上不给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面子 在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 他竟然是拒绝去签署 支持一带一路的倡议 对 因为上海合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 目前的盟友 应该都是比较挺中国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过去 他的邻近的这些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组织起来 也就是在经济发展上 有更高的一个团结性 但是这一次 大家觉得很讶异 就是说那应该习近平画声了 就是我们一带一路怎么样 大家应该好好 你看俄罗斯这些都OK 对不对 但是莫迪竟然跳出来 say no 所以这里面当然他 我相信他说 你的no是不是还有什么 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吗 没有 没有 no就no 就是说我就是不支持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看 这个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我们确实也发现 其中我觉得先有一个点 因为在上合会的盟友当中 有巴西斯坦 巴西斯坦跟印度长期来 不是也有土地的一个 所有权的争议吗 这个部分领土的 所有权的争议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中印不是 过去几年在边界 打得很凶吗 也是在边界在冲突 所以你到底是好朋友 还是真的在打倒闹闹 我们也搞不清楚 所以这一次不签署一带一路 我们再仔细去看背后 第一个 现在印度提供 中非洲信贷的一个状况 其实仅次于中国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印度进出口的 这个银行的总经理 他告诉媒体说 过去十年有42个非洲国家 获得12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 你看到在印度提供了38% 只比中国低一些些 所以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 也是越来越大 简单来讲 我如果也签一带一路 对 我自己也想要去一带一路 我干嘛跟你合作一带一路 对不对 好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非洲的盟友 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 也开始有一些转变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个北京 叫他们带了这些钱以后 一定要去什么造桥铺路 盖了很多的铁路也好 公路也好 或者是港口也好 有没有实际的收益不知道 但是利息的负担相当的大 可是新德里 他让这些非洲的盟友 带了钱以后 他可以发展医疗 发展农业 好像比较实际有效 而且并没有说 要做什么滑而不实的建设 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一带一路里面当中 像马来西亚 本来跟中国要合作的高铁取消了 还有缅甸本来要合作的 港口的金额也减少 所以我们确实也发现了 一带一路的这些 合作的盟友当中 态度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变 所以印度适时的切入 是不是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威胁 所以他可以很大声 我不要抢 当然在这当中 我们也特别看到了 就是说印度也好 我们看到非洲很多的国家也好 其实有很多的新市场的国家 开始在崛起 过去因为跟中国 有高度的一个挂钩 我们讲到一带一路 就是其中的一个模式 现在我们也发现 跟中国脱钩以后 就新市场的国家 跟中国脱钩以后 反而有一些新的机会 甚至我们看到他们在GDP上面 有更好的一个增长 我相信其中有个点 就是不用再去佩服 这个庞大的一个债务 华而不时的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再看 有四分之三 今年的经营增长竟然超出一级 其中最明显的 我们看到印度跟巴西 对不对 经济增长的力道 大家称呼结识 我说你经济增长的力道 怎么这么强 尤其是在这一次疫情当中 我们也发现新市场 原本大家都认为说 第一个疫情的影响 第二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对新市场经济的增长的压力很大 结果没有 反而这些新市场 一方面跟中国脱钩 一方面在疫情过程当中 反而有更强的恢复能力 甚至在政府的补贴跟资助当中 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的程度 既然只有美国的一半 所以表示新市场 并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弱 并不是 所以这一个西方国家 希望中国去风险化 中国只好自己转向内需 再加上新市市场 也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对中国来讲 我想是内外这个疲惫是不是 那个内外在交错 所以包括你刚刚说印度可以直接拒绝 还有印度也是有能力提供给非洲这么多的贷款 所以他中国的影响力是大不如前 对 然后加上外资实际上 你看最近中国商务部在官网发布一个 外资企业援桌会议 这个会议很重要 你之前把人家赶跑了 对不对 走走走走 要走就走了 不要这么再回来 踏出这个门 就不要再叫我爸爸 有没有那种感觉 可是现在发现不行 人家跨出去以后 你整个经济体的成长力道快速的萎缩 加上外部的盟友也不团结 然后以前跟你合作的也开始脱钩以后 他一定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开始再把外资找回来 而且他其中有一句话很好 我们会把外资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你们不要担心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援桌会议你看 外资企业援桌会议 部长王文涛特别主持 这都大的生机公司 你看拜尔 莫沙东 罗氏 阿斯特 杰利康 辉瑞等等 12个主要的国际医药企业 你看他说我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对不对 最主要原因还是 所有的这些外资企业 对中国信心的下滑 你看欧企信心下滑 62%说你这个监管已经让我们错失了 持续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62%很高 64%认为说 这个营运难度也变高了 然后有三成说他的营收下滑 好 75%的企业 真的在重新评估 公益的策略 这个影响很大 当然你说中国商务部的 这个喊话有没有帮助 真的有 你看这个中国第一财经就报道说 莫德纳这个够大 对不对 尤其是这次疫情 大家看到它的影响力 它的MRNA 实际上也真的要在中国投资 10亿美金 也签了一个MOU 要来供应中国市场 所以有没有帮助 多多少少有 但我想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成语了 内外交迫 总算想起来 所以我们来刚才讲外 我们现在讲内 地方债 对 地方债 我们现在地方债的问题 是不是非常严重 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也一直知道 地方债的一个问题 但是过去大家可能都避而不谈 对 比较隐晦的方式 然后就很像福地魔一样 不要讲那个名字 可是却被高盛点名 高盛他特别发了一个报告 你要知道高盛在华尔街里面的影响力 这份报告出来可见洞见关灾 其他人会不会 我们怎么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写一下 未来大摩会不会也跟着发 然后瑞士信贷会不会跟着发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 他就谈到中国国有银行 国有银行就是大型的 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等等 这些国资备的一个银行 他说地方风险过大 会影响到这些 未来国有银行的获利 所以他去调降这些 股票的平等 而且是直接 你看因为我们通常在降平等的时候 只会降目标价 还没有那么over说 买入变卖出 这个表示说 连在一起都不想了 不要再碰面了 直接从买入降到卖出 你好歹你就降个目标价就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特别提醒大家 在外资当中 这种报告的一个调整 尤其是他把它的平等 直接downgrade的话 势必会引发 比较大的一个卖压 所以也确实我们看到 这两天上证也好 恒生指数也好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特别注意一下 现在地方债的问题实在太高 高达65兆 所以会影响到整个营业利润 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 包括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地方债 好像有做一些借薪还救 可是实际上 似乎只是把贷款的期间延长 因为现在国有银行 他把贷款期限从10年到25 我认为就是用时间 是不是来想办法冲淡一切 而且地方债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看到 包括地方开发 你看这个18亿美元 结果既然价值18亿 可是调降了20% 就是说我降了20% 比评价 比它的价值降百分之 还没有人要买 这个也代表整个地方 房地产的一个问题 相当的严重 相当的严重 大家当然会希望说 7月的政治局会议 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措施 可是高盛 他说他跟地方 非常重要的金融机构 跟这些讨论以后 他们也认为 应该还不会马上 有重大的决策 或是有一些 优惠的一个方案 或措施来调整 可能大家都还在观察 所以这个部分 何时能度过难关 我们要仔细来评估 好 刚刚陈彦 在我们看到 中国道德经济 现在是感觉上 内外交迫 而这样的一个经济困境 会不会反而是 推动美中关系 很大的一个助力 我们看到美国财长叶伦 他在7月6号访问北京 尽管外界认为说 其实在这一次预期 应该是不会取得一个 重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在这一次 大家也说这一场会面 可能会防止美中关系 继续恶化的一个情况 所以要请教英老师 至于双方到底 要谈一些什么 在这一次 包括人民币 美债还有关税的问题 是不是都是 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想布林肯刚刚走 越来越后面赶快 又跟去了 媒体上就彩测一大堆 当然首先大家在谈到 中国大陆有什么 反间谍法出来 还有维吾尔的人权 还有中国大陆 对外面的这种经济 威胁等等 可以讨论的东西 好像很多 当然美中贸易战 还有所谓高科技战 又是最敏感的时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说可以谈的东西很多 事实上中间有个很大的关键 当然一个是新的 中国大陆新的经济版底出现了 所以他要跟新的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去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 沟通的管道是做什么呢 这中间有个关键 就是过去 因为中国大陆常常会抛售美债 在这个债券市场会带来 很多的这种震荡不安 所以每次抛了一部分以后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 就会访问北京 拜托拜托 不要再抛美债 不要抛了 或者是事前跟我打个招呼 我们可以配合一下 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另外一个大家在想的 还有一个管道 原因是什么呢 中美贸易战 在2018年开始 川普那时候开打 打到现在 打到结果 好像美国并没有占到便宜 因为2022年 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他们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 是6906亿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而且贸易利差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利差 是3829亿 将近一半多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打了半天 结果贸易利差越来越大 贸易反而增加 好像你打了半天 没有什么结果 而这个关税你克的那么高 没有什么效果 如果进一步去检讨的话 发现贸易战刚刚开打的时候 有一部分订单就转到欧洲去了 所以欧盟对美国的贸易就大增 另外还有一部分 我们晓得生产基地换到越南去了 虽然生产基地变成越南出产 可是它的上游的原材料 可能都还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这种冲击 再加上很多卖给美国的东西 美国根本不生产 美国非要买不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中美的贸易是不断地在成长 那你克这些高关税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美国就在考虑 就是这个关税可能要重新的调整 那在这种背景之下 叶伦就等于我来思考带一个好消息 大家这个麻吉麻吉 这个我们退让一步 希望双方能够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刚刚跟我们提到 其实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科技战 感觉上是已经没有办法刹车 那么在这一次美国财长叶伦的访中 很有可能会针对这个大陆买美债这个问题 来进行一个讨论 不过我们说到中国大陆现在不只需要 面对美国的这个科技制裁 也要面对来自韩国在面板业的一个步步进逼 我们看到三星在美国德州 跟京东方提起了在OLED面板专利的一个侵权诉讼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南韩政府也宣告说 他们在五年之内要夺回面板一哥的宝座 所以要请教丰路 面板厂现在烟消未在起 是不是因为整个面板产业又已经开始复苏了 整个报价都出现了往上扬的一个态势 确实在今年可以看到在面板方面 大多数的产业它营收已经开始往上做回升 大多从上游 中游 下游 它整个报价也开始往上走 我们首先来看到 刚刚英老师也提到 美中他们的一个贸易战 科技战持续发酵 然后现在美国要联合包括 向韩国 日本来去封锁中国 其实韩国这几年在中国市场里面 节节败退 从三星手机推出了市场 面板现在位置变得拿走 我们都知道 韩国它最强的就是三星的手机 面板 记忆体 当然还有半导体 但从今年第一季的三星的财报来看 全部全部都是往回大幅度的甩腿 所以它现在就要先找 哪一些是它觉得 它最有机会先拿回来的 所以首先先来看一下 我在美国告你 告你原因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 这个是iPhone面板的部分 这是属于高毛利的产品 这可以让它最快速的回血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因为未来应该所有的面板 都会先以OLED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主轴 我们再看南韩的财长邱庆岗 他有说2004年到2020年 这过去将近17年的时间 韩国在全球是市场第一名 现在不仅在2021年被你中国拿去 拱手让给大陆 甚至在2022年6月 他就完全退出了面板的 电视面板的这个产业 可是现在中国利用它的补贴 也不断的侵蚀 甚至连他最后的堡壘 OLED他都已经要侵占 那他怎么办 告你 用技术 对不对 好 他也要透过国内的一个 政策力量 来去发展他自己的面板事业 他预计在2027年 要重新夺回世界第一 市占率要超过50% 他要丢1.5兆他去投资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数字 你就要想 面板其实从今年以来 从年初开始 基本上是一路的上涨 我们刚刚说他想要拿到50% 可是你知道在中国 面板它现在产业 已经形成一个寡占的一个市场 它占有多少 中国前三大的面板厂 京东方 华星光 惠科 这三家加起来有多少 三家加起来有60% 三家加起来60% 如果再加上群创占面板的部分 15% 有75% 所以现在韩国他想要拿回来 过去我是全球市占第一 我现在已经都被边缘化了 已经拿到75%都不是他了 产业结构跟过去都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要快速的找回 他未来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地位 当然因为这一块 他本来就最强 再加上说报价也回升 可以开始做了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你主流的电视面板 监视器面板 还有就是笔记型面板 这个是三大主流面板 全部都已经开始在回升 而且全部都到获利点 所以现在我来看整体的面板产业 除了去年超跌先反弹的 驱动IC像联勇 还有就是像瑞鼎之外 包括有像材料里面的达星材料 明基材 这两天股价分别在创新高 即便今天指数大底 都有人股票创新高 所以你觉得整个景气 现在感觉面板产业市又开始好转 报价整个往上扬 在下半年面板股有机会 我认为下半年面板股有机会 尤其是今年因为整年度都 都是残绕在包括AI的题材 还有电动机的题材 在整个面板 它这个景气循环股 其实现在景气正式要往上反转 既然已经到了获利反转点 这时候来去做留意布局 我觉得是机会 你看我们从年初到现在 所有的报价是不是一路都往上走 主流的报价全部都往上走 好 我这边要特别先跟大家来讲 怎么操作这些股票 因为其实面板好奇怪 前年是它赚钱最多的时候 股价是从前年开始一路跌 而且跌的去年继续跌 到了去年最低点 尤達居然只有10块钱 尤達只剩10多块12块 群众只剩多少钱 只剩10块 这都跌破了净值 面板它们是属于大宗的电子产品 它属于景气循环股 操作后上面你要特别留意 既然是景气循环股 你的一个操作主要是看报价走势 现在报价是不是开始往上走 而且走了一段时间 其实大多数股票也都反弹一大段 那是属于超跌的反弹 但它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获利 而且未来可能有快速回补 扩存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操作 会用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评价 股价净值比 它不看本益比 它要看股价净值比 一般我们在评估 它是落在0.8到1.2这个区间 股价净值比0.8到1.2倍之间 这是属于多头格局 空头量跌得完全不会停 我们举例来讲 尤達现在净值有22.01元 如果现在我们判断 它股价准备要走多头的话 我认为它未来的高点位置 会落在17.6到26元这个区间 看市场的一个气氛 群创的净值更高25.86元 股价在多头的格局 它区间位置会在20.6到37元之间 大家可以去做注意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长 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发展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 莲勇它是国内的驱动IC的龙头 它的股价其实现在是400多块 它也从去年不到200元价格 反弹一大段回来 所以它的营收可以看到 真的有在增加 瑞鼎它比较特殊 你看它的股价也有300多块 它也是驱动IC 它的母公司是尤達 所以尤達会给它单 它获利也很稳定 营收也是月增 还没有公布6月 但5月已经都双增了 好 那我们来看最近 昨天创新高 跟今天创新高的股票 来 达兴昨天公布营收 6月营收4.05亿 这代表什么 月增7.9好像不是很厉害 年增有42.59 4成以上 股价今天其实一度公道涨停板 创新高 是创经典新高 明基材其实昨天也是 做面板材料的 对 它做材料 这两个都是做材料 6月营收是创高的 也是创高 年增18% 今天盘中最高点 来到46块 它今天盘中就是有 差点要被打到跌体 为什么会昨天 那么多人排着买 然后今天股价就这么弱势 这就是股价短线上 创高拉回很正常 创高拉回 尤其是一定有人都知道 我营收好 先提前卡位 昨天的一个行情里面 它是直接跳空没多久 工厂涨停板 通常快速工厂涨停板 有比较可能遇到的是 当充隔日充 隔天遇到大盘 表示比较弱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变成一个 多沙多往下踩 但长期来讲 应该在这边趋势还是有 尤其是它转投资非常多 去年它还赚4块 面板去年大家都很惨 它为什么赚很多 它有投资医美 它投资也近 这个是转投资很多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尤达面板显示器 它在国内基本上是龙头 但最重要的是 它的5月营收也是越增 群创也是越增 投资媒体可以开始做留意 尤其是用股价净值的一个 方式来去操作 这边相对来讲会有机会 刚封路段我们看到 随着面板的报价走扬 在今年下半年 可以多留意面板股的一个表现 不过刚也特别提到的 这个明基财 它随着面板景气的 逐步复苏 加上它的这个转投资 其实在去年的一个部分 它每一股还是可以赚 4块钱以上 到底怎么样在不景气当中 可以做到这样一个亮眼的表现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来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